中正纪念堂要举办台湾设计奖 这个奖呢是奖公的奖 借以鼓吹夫妻恩爱家庭和谐 引发了绿营立委的批评 对此文化部长龙英台说 他在看过活动的宣传当之后 也觉得非常的不妥 龙英台并且强调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 虽然不能简化成某一个人有罪 但是当时的统治 确实是造成很多人的妻离子散 因此他今天会找中正纪念堂的同仁来沟通一下 陈平报道 龙英台说他在看过了这个活动的传单后 也觉得非常不妥 不妥的原因是历史是很复杂的事 如果要把那个时代非常复杂的历史问题和责任问题 归咎到某一个人的责任可能太过简化 但那个时代的统治方法 也确实造成很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如果没有那样的历史纵深与情感在心里 就会出问题 这个不可的原因是 你知道历史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如果要把当时你看长达五十年的整个复杂的历史 简化成某一个人有罪 当然我觉得是太简单了一点 但是不管怎么样 在我们过去的那个时代里头 毕竟因为一种统治的方法 造成了很多很多人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那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纵深跟历史情感在心里的话 你就会出这样的问题 龙云台并觉得整件事情有点轻挑 如果是单纯民间安卫要去CUSO 这都是个人的事 但如果是官方机构就非常不妥 因此他会找中正纪念堂的主任再做沟通 中国记者陈平在台北报导